去学断谈成词 所以事实 真相就是这样 教导我们永远在学习 生生世世不停地在学习 所以为什么这一生当中不能把自己的功夫做好呢 做好是应当的 下面第九个问题 说印族劝人 念弥陀身后 今天念观世音菩萨 请问这样符合专修吗 这个印族怎么说的 你要把它搞清楚 印族怎么说的 印族教人专修净土 专念弥陀 或者授持无量授经 或者授持阿弥陀西 一门甚入 教人接念观世音菩萨 一天就是一千身 在早晚课的时候 念一千声 南无观世音菩萨 圣号 回向给全世界苦难众生 这不是为自己的 这个是大慈悲心 旧苦旧难 求观世音菩萨 帮助这个世界苦难众生 是这个意思 不是叫你专念 念阿弥陀佛 又念观世音 不是的 这个一千声佛号 是替全世界苦难众生念的 不是为自己 所以他是属于专修 他不这个不属于杂修 底下一个问题 他怎样念佛 可以功夫成平 最重要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放下外面 你有一样放不下 你的功夫就成不了片 这个成片是什么意思呢 不夹杂 不怀疑 不驾杂 不间断 就成片 我们能够从早到晚 一年到头 就常讲了 心里面 起心动念 都是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一个杂念 这叫功夫成平 所以你有一桩事情放不下 有一桩事情 还挂念住 你就成不了片 他就来打岔 打仙岔 他就来障碍你 破坏你的功夫成平 这个要知道 那么这些多半不在外援 最重要是你内心的坚持 这个最主要就是 确定放下 这句话说的容易 做起来非常不容易 尤其是父子的亲切 不容易放下 情职 那么在现前这个社会呢 真的有人连父子亲情都不顾了 他心目当中没有父 有什么东西呢 有钱财 见钱掩开 你有这个东西放不下 也不能成平 随时 明文力 自私自利 中国常常讲的 无欲六成 贪成吃慢 这些东西放不下 功夫成平就难了 放下 有粘住 这个佛家讲这是烦恼 断烦恼 一种是真的断 一种是 福断 你能把它控制住 虽然没断了 它不起作用 那行 那就叫功夫成平 如果是真的断了 那叫做一心不乱 那比功夫成平高了 所以说一心呢 有四一心 有理一心 至少是四一心 四一心 往生极乐世界 那就自在了 完全自在 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想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 不该死 真能办得到 这个叫大自在 而且这个四一心呢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生凡生同俱兔 是生方便有余兔 那地位就高度了 如果是福住 这叫福断 不是真的断 佛号念得功夫得力 所以有这些烦恼 它不起作用 这种叫福断 像石头压草 压住了 它也管用 决定可以代言往生 这样的功夫 是凡生同俱兔 一般我们念佛三年 这个功夫可以做到 说是把这个烦恼灭断的话 古大的讲啊 我们现在的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做得到 扶住 就用一句佛号 把这个所有烦恼吸气 全压住 你不是起心动念了 起了贪心 起了惩惠心 念头才起来 阿弥陀佛 把这个念头压下去 这叫念佛 这叫功夫 绝对不是一面念佛 一面再答妄想 哪一点功夫都没有 那个佛号念了没用处 古人所谓的是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寒泼喉咙也枉然 那可没用处 一天念十万声 二十万声都没有 心里还是一团乱糟 还是妄想很多 所以念佛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把妄想打掉 决定不允许自己内心里头 这个期望念 不管是善念 是恶念 都不要去理他 通通用一句阿弥陀佛 把它换过来 这叫念佛 那么这样子功夫才能成品 成品也有九品 上三品 真的是自在往生 一致是直 下一个问题说 念佛人有佛菩萨 隆天善神忽悠 为什么临终由 冤亲带主张爱奇往生 念佛人功夫有得烈 有不得烈 如果真正功夫成片了 这个念佛人得烈 临终冤亲债主不会张开他 如果你的功力不到 换一句话说 你往生不了 得冤亲债主要来讨债 欠命的 我你讨命债 欠钱的 我你讨财债 你总是讨不了 这些事情都是真的 都不是假的 如果真的明白这些事实真相呢 决定不能害众生的命 千万不要以为 小动物无所谓 请不吝点赞 订阅